辨词经界 就是读诵勸经 天天要念经 念经有两个目的 一是戒定会三学一次完成 读经不求解义 只是一句接一句的念 使妄想分别执着 参透不进来 就是把妄想执着念掉 跟念佛号目标完全相同 老上给我们开解的很清楚了 大家去感受感受 那种专注读经念佛 没有妄念 那个身心整个安定下来 把一部经读完了 你都会觉得身心很舒畅 你在读经的时候起个念头 啥意思啊 你就会觉得不顺啊 因为我们在起念头了 在那分别了 在那执着了 我们把这个方法 他的理念搞清楚 我们照着去做啊 老实去做就很有受用 为什么对初学者提倡念经 因为你一打妄想 经就念错 马上就把妄想 找出来了 因为你会念错了 你就不能想了 不然你念不下去了 念佛号不容易 一面念佛号 一面打妄想 你的佛号不得力 所以叫你先念经 念到心地清静 念到功夫成片 才专念佛号 这是老人家的善巧 因为念经啊 你打妄想容易念错 从念经啊 念专注 一字一句啊 很清楚 养成这个习惯 那 读经呢 真的是戒定会 三学一次完成了 那个时候念佛号 那就一念相应 一念佛号 所以这是过渡时期啊 接引的方法 现在啊 我听 同修有说了 经呢 念了几千遍了 很熟了 熟到啊 念的时候呢 还能想其他的事 嘴巴还没念错 那这个得自己 真实面对自己的状况啊 念佛当中啊 下邻居导居士有提醒啊 不要轻忍了 不要轻忽了 轻忽了 轻忽了 自己在念佛的时候啊 很多妄念一直在打 那会造成什么 我们的分别执着在念佛当中增长 因为都在打妄想 所以古人说 口念弥陀 心散乱 喊破喉咙也枉然 我们警觉性要高 学习如溺水行众 不静则退 今天念佛没有越来越得力 那就是念佛当中 打妄念的功夫越来越厉害了 不静则退 所以不能让这个现象 继续下去 所以念佛念经 都要用第一念 不能一直夹杂 这些分别执着念 所以下连居老居士这段法语 我们之前都有提过 这个黄念老还有开解 有的同修发到群里面去 大家可以多多熏悉 黄老开解 都有他一生修学的功夫在其中 自治朱基 无论念佛 无论念佛处事 皆当用第一念 勿用第二念 所以用第一念 第一念是真心 不夹杂分别执着念 那有没有人说 我念佛用第一念 可是我做事 就用第二念 分别执着念 那你这个功夫都连不起来了 佛法 释法 慢慢要把它融成一片 无恶法门 你念佛念得很清静 你要把这种状态 要用在处事待人接物里面 我们看到 念佛时 一切莫管 字句分明 频频长长 老实念句 念经也是这样 你念经的时候 要一切莫管 专注念 一字一句念清楚 频频长长 老实念句 极所谓第一念 若经照普度 照就是极照了 念佛念经不能起极照的心 基因是装个样子给人家看 这个都是明文 旁边有人跟着一起 让他们看我看起来 修得挺好 我以前出学佛的时候就遇过 有个同修 他就在那打坐 坐了好一会儿 站起来对我说 今天佛没有来 他就走了 哇 这么厉害 都知道佛来了没有 我也不知道他 他的境界 可是我看在那里炫耀 我看就不是很对境 常常在讲 我常常梦到老和尚 你小心了 有点炫耀的味道 不怕念起 只怕厥齿 普度 你就是还在那里 想事 计量事情 万元放下 西记玄妙 你有求瑞相 人是很容易着相的 比方说今天你念 念得很受用 你明天念的时候 就产生希望像昨天一样 你起这个念头就是障碍了 怎么我今天念的没有像昨天这么 这么在状况内 连这些念头都打掉 我们讲课的人也会有这样 讲讲讲 好像不是很顺的 心里还在那纠结 怎么今天不在状况内 你越想越不在状况内 人要在当下能关照自己的心 有没有出现执着 当下去调整 所以大家假如看到 我的隐述突然慢下来 可能我就是在调整 调整 状况 我讲这个又让大家多一个念头 这个陈德法师停了三秒钟 他可能刚刚心情不大好 我的意思是说 人要很清楚自己当下的状态 有没有产生妄念 产生分别执着 要马上去调整自己 或计功求速 我这样念了 有没有很有功德 会不会很快就能一心不乱 在那里求快速 不念过去 不念未来 专念现前一句 不求一心 不断妄想 你求一心 就会着急了 你想断妄想 你很用力 妄念随它去 你只专注你的佛号就好了 不要在那里 我要把妄念砍断 用力用得很重 把前世练武的那个镜都用上来了 我小时候也很喜欢 耍刀弄枪的 那都是过去生的习技 或背静向心 我现在外面我都不管 我就往我的内心求 连这些念头都别起 为什么 你还有一个静 还有一个心 它还是相对的 虽然这个念头已经比 在那打妄想好了 但毕竟还是个念 还是个妄念 这个使本不离 直屈绝路 一直这样念下去 不要去分别 不要去执着 绝待圆柔 不要有对待 起了这些念头 那就流入第二念 第一念是智 第二念是识 识就是分别执着 随事即然 我们在念佛的时候 打这些妄想 就开始染污了 有爱真了 有人我了 有这个 贪恋 一致 则静 你一致会 慢慢的 这个心 就清静下来 接着呢 你看 夏老子一句话 就包含一切境界了 念佛 处事 我们没有静缘 没有要去处理事情 就是念佛 事情来了 真心去处理 也是用第一念 处事时 豁然而大功 不能有失心 大家去感受感受 一个人 起失心的时候 自己身心有没有感觉到 不是很放松了 不是很畅快了 有一点乖乖的 又有一点忍不住 觉得不应该这样 但是又有一点忍不住 你看 那就是观自在啊 都不自在啊 那种 没有参杂一丝一毫 失心啊 哎呀 那个处理事情 痛快 物来而顺应 物就是静缘来了 顺应 恒顺应缘了 恒顺众生 今天我们遇到什么 人事静缘啊 觉得不舒服了 有情绪了 无视对方给我们的啦 是我们的习气啊 跟他的习气杠上了 他提醒啊 我们内在的习气出现了 你假如没有习气啊 那他有习气也障碍不了你 因为你会恒顺众生 你看老老上遇到一个弟子 老老上今天你不帮我圆顶啊 我就不走了 哇 你看他习气现前啊 很固执啊 还带点威胁啊 这个威胁自己的老师啊 不是很妥当啊 我们有时候那个习气上来啊 真的如露无人之境啊 这个老老上说 好 你不走 我走 没跟他干顺 你起来 我教训你一顿啊 那你习气跟习气干上了 你不走 我走啊 要能恒顺应援 所以发觉对方很固执了 你就不要硬要去跟他说理了 那变成自己也固执了 你先恒顺 不要防堵 要疏导 大雨治水啊 这个是我们的圣王留给我们的风范啊 我们要会用啊 那个治水的原理啊 跟调剂人心人情啊 那是通的 要先顺 孝顺孝顺啊 这个是对父母 他已经起情绪了 你不要再顶他的情绪 先顺 那个情绪你不顶他呢 等他那个情绪这一阵子一过啊 他不好意思了 之后就更好沟通了 他起情绪你也跟他顶 后来他想道歉也道歉不出来了 是吧 所以物来而顺应 事未至 物将迎 事情还没到 不要去烦恼 那就变未来烦恼 事已过物流至 过了就过了 不要挂在心上 检讨完了就放下他了 这个就是用心如镜啊 像镜子一样 坦坦荡荡 见空横平 你看你都没有失心啊 很坦荡 哇 那个大乐莫如无愧做啊 人生最大的乐什么 对得起人 没有愧对人 躺下去几秒钟就睡着了 你又对不起人啊 越然人静啊 良心 不安 见空 这个见就是指镜子了 以死为镜啊 那镜子我们看 照得清清楚楚 但是 不染污 心地清净 我们面对事情 看得清楚 但是里面不产生 人我是非 其实啊 我们愚租众生 示弱自己啊 就不容易起 人我是非 哪怕他有做错事啊 你都只是想着 怎么帮助妇妙他 你不会跟他起对立了 恒平 恒 度量恒 这个都是测量的 你要公平啊 不能有偏心啊 这是第一念啊 若计较人我 起这种念啊 这就是分别执着了 瞻顾得失 哇 得失心在其中了 你就不能大公无私了 或迁于感情 或基于意气啊 这个就流入第二念了 第一念是理 理智啊 第二念是欲了 利欲了 欲令自明 利令自分了 寻欲及暗了 看不清楚了 寻理则明了 遵循理智了 你看事情就越来越明白了 所以啊 念佛念经啊 做事啊 都在练第一念了 练真心了 练界定会一次完成了 我们在处理事的时候 持戒 然后处理事呢 不取向 不取一项 不着相 不动情绪 如如不动 你在境界当中都在练 然后 看事情很客观 没有偏师 很真诚 功声明 陈声明 充容声明 处理事不要着急 这样你就有智慧了 你看得 人事物看得清楚 其实我们在面对事的时候 要不断调自己的心 这个人很无理了 重要的是 我不会因为他无理啊 我产生对立的情绪了 产生不舒服了 那就要马上调整自己了 要跟一切众生结善缘 他无理 那是他的事 我受他影响 那就是我的事啊 别人对不对 不是最重要的 自己要对啊 假如他无理 我也动情绪啊 那不叫 半经八两啊 对啊 我们也没比人家高啊 那也没什么 资格去批评他啊 纯是 利益人的心 他无理了 他毕竟也是个缘呢 我们要怎么做啊 才能跟他结善缘 你常常这样 去思维啊 心地慢慢就柔软了 那师长接着说了 念经的第二个目标啊 是依教奉行 我们对于宇宙人生的想法 看法 做法 到底哪些是善的 哪些是恶的 经典为我们说出来 经上讲那些 哪些是善法 劝我们要做 哪些是恶法 劝我们不能做 经念的很俗啊 一遇到事情啊 你就能立刻判断 是善是恶 是善就做 是恶就止 这个就是修行的依靠了 我们随顺经典的教诲了 不随顺烦恼习气了 专求白法 白就是善法 所以老奥上说 把无量寿经变成人生的剧本 照着剧本演了 不能违背剧本了 深口意 善护口业 不其他顾 善护深业 不是律意 你的威仪要注意 现在人呢 要尊重一个人 不容易啊 要怀疑 轻慢一个人 很容易啊 你不注重威仪啊 一些动作又很粗鲁 人家看了都没信心 比方打哈欠 嘴巴打那么大 旁边的人都看了吓一跳 我住人还在讲课了 你看你那个嘴巴跟 河马一样 人家那个印象太深了吗 那下一次要对你产生恭敬 被这个镜头给卡住了 所以大家别考验我 大家打哈欠的时候 这个手啊 稍微呜一下 不然我也会被境界转 我功夫不够啊 一看你打哈欠呢 我本来灵感如有权 突然就没灵感啊 我们这个去听 去道场听这个法师讲课啊 要富此道场啊 我们威仪也会影响 是吧 你听的时候很说 他有灵感啊 善乎深业不失利 善乎异业 清净无懒 这个都要变成生活啊 自己的意 有染污的 阿弥陀佛放下 贤护等十六正事啊 我们要恢复自己 修行在哪里啊 在起心动念之处 断你一切恶 修一切善 但不 不作断恶的相 也不作行善的相 这叫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自敬其意 保持清净心 《经纲经》也强调这个啊 因无所住啊 行与不失 因无所住就是心清净了 不失没有放心上 经教要是不俗啊 你依什么修行 那可能就会依自己的妄想修行 这个靠不住了 你以为是善的 说不定是恶了 你以为是恶的 说不定是善的 你把是非善恶都搞颠倒了 所以要依经典上的教训 来修正我们的见解思想行词 读经是这两个目标 这是读诵大臣劝敬行者 哇你看老和尚 这个辩词经界给我们开得这么彻底啊 所以辩词经界一句啊 包括三福末后的两句 读诵大臣劝敬行者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